因为天下第二行书 继织文稿被借到日本展出 年真轻这些天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下 着实火了一把 该说的不该说的 大家都说了 我们今天就聊点不一样的 聊一些细思极恐的密文和推断 现代人给颜真轻打标签 会用到很多斜杠 但第一个斜杠之前的标签 一定是大书法家 然而唐朝人不这样定义颜真轻 颜真轻生前与身后很长一段时间 并不以书法出名 说的难听点 他的书法在当时不算入流 在颜真轻之前 出唐的于世南 欧阳荀和楚遂良 属于生前死后书法都很知名 然后是颜真轻败为师父的张旭 醉酒时以头发如墨而书 写出来的草书被当作神匹 到了颜真轻同时代 最有名的是徐浩 尽管今天很少人知道徐浩奇人 但在公元756年以后 他是最高统治者 认可的御用书法家 长期独步天下 皇帝的诏令基本都是他写的 他也因此获得无与伦比的宠誉 在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 虽然现在我们以颜金刘谷并称 但若论生前之名 说句冒犯的话 颜真轻可能连给柳公权提携都不配 因为柳公权生前书名之声 十分罕见 罕见到什么程度 公卿大臣死后立碑 如果请不到柳公权写悲文 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而颜真轻在书法界 真正看得起他的人 恐怕只有他自己 宋代书法家米福说过 颜真轻经常叫家同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刻成碑 这说明颜真轻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 是想传之后事的 事实上 作为书法家的颜真轻受到追捧 是北宋以后的事 此时距离颜真轻去世 已经过了三百年左右 最早立挺颜真轻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对颜真轻不吝赞誉 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 不习前计 挺然其尾 欧阳修之后 以苏氏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 是颜真轻的铁粉 通过这个圈子扩散出去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颜真轻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逐渐被确立下来 其中最典型的言论出自苏氏本人 他说 诗之于肚子美 文之于含退之 书之于颜鲁公 画之于无道子 而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是碧 苏氏本人 畏惧书坛宋四家之首 有他的加持和点赞 颜真轻想不火都难 那么 问题来了 字还是那些字 此前在书坛 默默无闻的颜真轻 为什么在北宋以后 备受青睐 咸鱼翻身呢 现在 我们重新厘清一下 颜真轻在唐代的真实地位 记住一点 颜真轻在世时 并非以书法家 而是以忠臣 闻名天下 正史中 关于颜真轻忠义 耿介的事迹颇多 他身力悬 素带 德四朝 德高望重 而仕途坎坷 他的真正出名 是在安史之乱中 当时 他在殿中 是御史任上 因为不依附 全向杨国忠 而被后者 视作眼中钉 随后遭到外放 去了平原郡当太守 平原郡属三镇 节度是安禄山的辖区 颜真轻到任后 已经预知 安禄山准备搞事情 于是一边派部 将李平驰揍朝廷 一边严令全城将士 立兵磨马 安禄山起兵后 河北诸郡纷纷陷路 地方官要么挂关远敦 要么望风而降 颜真轻首举一旗 与时任常山太守的 唐兄严搞清 互为脊脚之士 坚决抗击叛军 附近十七郡 受感召而响应 颜真轻被推为盟主 和兵二十万 有效的牵制了 汉军西进的进程 史书说 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 相当慌张 河北二十四郡 就没有一个忠臣吗 等到李平赶到朝廷 玄宗大喜 对左右亲信说 这个颜真轻是谁 为何替朕如此卖命 很多文章解释说 唐玄宗连颜真轻都不认识 说明他昏溃 糊涂到了什么地步 其实不是这样 颜真轻虽然十年 已四十多岁 但他此前在朝廷中的官职并不高 加上他本人不是拍虚溜马之徒 皇帝不认识 他也很正常 而这恰恰证明 安史之乱时期 是颜真轻成名的开始 此后 颜真轻官至吏部尚书 太子太师 封鲁俊公 当然 这一切都是 以颜氏满门忠烈 为代价换来的 为了争取更多 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力量 颜真轻不惜将自己 年仅十岁的独子 送去给平卢将领 刘正辰当人质 以坚定后者起义的决心 在这场战争中 颜家死于国难者 三十余人 直到叛乱被平定后 颜真轻才派侄子 颜全明 前去收敛亲人遗骸 归葬家乡 结果仅寻到 堂兄颜稿青的一只脚 以及侄子 颜济明的头骨 颜真轻俯念崔切 震道心严 这段时间 引发公众关注的 既指文稿 正是写于此时 满腔悲愤钟情 于处处土改 于枯比处清晰可改 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 颜真轻一叶成名 但并不意味着 他下半生仕途顺思 相反 他的耿直清廉 与是格格不入 所以一生 横遭六计 折千五次 从阳国中 李府国 原在 阳延到卢起 每一任权相 都对他恨之入骨 皇帝在战乱平息的时候 也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 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 夺权上位的唐宿宗 李亨急于回京 颜真轻上表说 且慢 皇上应该 筑谈于旷野 东向枯三日 然后才能回宫 此举是为了 以一世赶来 让最高统治者 吸取内乱的历史教训 但这提议 显然让李亨很难堪 回京不久 新帝在大封功臣的同时 把颜真轻贬得远远的 此后 颜真轻的仕途起落 基本上都是 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 表面上是直言耿介 不爱站队的颜真轻 与当朝立任权 相合不来 因而遭到后者的构陷 而仕途蹉跎 实际上 在皇权无远弗界的地方 最终能让颜真轻 起起落落的那个人 从来不会亲自出面 只有当战乱 再起之时 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 唐德宗李氏即位第四年 公元783年 怀西节度时 李希列叛乱 宰相颅起建议说 颜真轻声望卓著 让他带着御址 到李希列军中宣服 一定能不战 而平息叛乱 当时颜真轻 已75岁高龄 朝廷中人听到这个搜主 一军大惊失色 对颅起遇假公祭司 致颜真轻于死地的小算盘 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 颅起专权蛮横 想把颜真轻从中央赶出去 颜真轻知道后 曾找颅起质问 我常年被人排挤 现在年老体弱 要靠你庇护 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 首级送到平原郡 我不敢用衣服 去擦拭他脸上的血 是用舌头舔干净的 如今 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 实在颅起听后 惭愧下拜 但内心更恨颜真轻 现在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 明正言顺报复 颜真轻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 明摆着 搞人身报复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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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权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权力分享 让天下世人把原本极为稀缺的尽忠观念 变成一种整体的价值追求 在这以后 忠臣意味着对皇帝死心他的维护和支持 不管这个皇帝是民主还是宝君 宋代以前世人忠君的观念实际上是很薄弱的 严真卿以忠君为终生价值取向 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同路人 但毕竟不占主流 唐玄宗惊讶于严真卿奋起祖基安禄山 说我不认识他 他为何替我卖命 表明君臣之间并无后世理解的绝对的权力与义务关系 整个安史之乱中为国尽忠的人并不多 与之对应的是 叛君攻陷的诚持很多 相当多的官员临敌便捷 为叛君所用 世人忠贞死结的观念非常淡薄 在后来 藩镇割据局面出现 有很多落地的举子或不得志的官员 成为割据政权的幕僚 为他们服务 这些现象表明 唐朝世人并不把尸节当成多么耻辱的事情 也就是说 忠君并非主流价值观 权势转移之间 世人都跟着力量走 谁的力量大 我就服从谁 安史之乱后 唐素宗开始清算战时投身伪军的世人 以及严真卿死后 唐德宗利用他的忠臣身份大作文章 说白了都是皇权构建 宣传和推广中军思想的一种努力 很明显 中军观念的普及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唐代之后的五代 历史四个朝代 侍奉十个皇帝的 不倒翁逢道 生前并未在中军的道德问题上 受到诟病 相反的 同时代人都说 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 对他极尽赞誉之词 到了宋代 这一切才得到颠覆 从欧阳修到司马光 都痛骂逢道不知廉耻 奸臣之游 尽管他在位时 做过济世救民的好事 但因为心中 毫无中军观念 大杰如此 虽有小善 庸族称呼 在宋代 士大夫的眼里 中军是大杰 大杰做好了 其他方面才能好 大杰没做好 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足称道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知道 颜真卿的书法 为什么在宋代 开始受到追捧了吧 没错 因为他是忠臣 大杰无亏 所以他的字也是极好的 书品和人品 宋代以后 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 崛起的过程中 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相反 那些字写得好 而中军观念贯彻不到位的书法家 比如宋元之记的赵孟府 明清之记的王朵 都因事与两代而在书坛 受到长时间的贬义 很多人因为宋人的推崇而看到了 颜真卿书法的精髓 却看不到这背后 是皇权对士大夫思想的规训与渗透 宋代以后的封建朝代 尤其是明清两代 皇权步步为营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与中军思想被树立为全体士人的大结 相辅相成 关系紧密 毫无疑问 宋人戒言真卿的书法 强调忠义节气 重塑了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在常年累月与辽 金蒙古的战争中 忠臣多而降臣少 尽显世人的风 但其间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却往往被忽略了 一 世人官员都不惜代价 成全自己的忠君之名 谁来像逢道一样 考虑百姓楼蚁般的安稳 谁来像赵孟府一样 考虑中华文化的传承 二 对皇帝的尽忠与愚中之间 时常仅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的距离 给了皇权控制思想 和人心的充足空间 但王朝末期 已经没有人站出来 好好反思 君卿名贵的老问题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 一生抚养 无愧于天地的言真卿 显然无法预见 更无法控制 说到底 任何一个历史名人 在他死后 都难免变成历史全数的道具 人生不易死亦难 谁都不能